欢迎你的那些恶心大法 霸气死三代 不不不 结束副 我三代 这大帮子一轮又能保护自己 又能压场骑收对面 骑收到对面之后呢 一个超远距离屠龙街上 OK了 这个时候呢 八成对面要剃了 我一个通灵一个副 一个大帮一个兔 一个大人 那直接就是结束 那大人就算没打死 你下来之后 那所有东西都给你封住 你能干嘛呢 呵呵 不收头 这个血量 这个道 看着多吓人呢 开局屠龙先搁的换 对面提升呢 那肯定不给 一轮加来 错开外种 小飞棍来 骗你的 你很急 但是我这条血 我就赖着不死 这么多血 你没有攒上我的技能 我这么多血 你又不舍的教通灵 就利用他这个心理 连聊失误了 先走位 大飞棍 又来咯 所以 你的小飞棍还是大飞棍呢 狗家伙 直接教我技能护腰用体 火烧屁屁了 知道跑了 但是呢 你跑不了了 看到没 你吃了死海蛋的时候 A到小脚 等个技能 我敲彩蛋 这必须得看 但是这个彩蛋呢 不知道为什么 它没有什么用 这一把呢 我就足以把对面心态打崩了 我们手比它长了 就跟它保持距离 就它开骨架 也稍微被抓掉 摸到了 狗家伙 直接教 他就能提升 也是提在原地 看到没 不敢气 你以为 就打你没办法了吗 解松一点 我继续压 OK这回呢 没有摸着 被它走掉了 没关系 我就往一个地方打 很难受 很稀 已经身子不轻地提升了 要回来了 给你看个宝贝 折磨呢 折磨啥 直接开刀 这玩意 秘诀通灵机能提升 全给你封住 哦差点忘了 你的普攻 也是不能用的 小飞棍追着你轮 不收吐 下课